掌柜说李自成 第三十一回 传庭死而名王义 上级 如果我们用一个字 概括孙传庭 那这个字就是老 孙传庭看着比别人老得快 51岁对于一个明朝的官员来说 应该说正是做官的正当年的时候 但是孙传庭已经老了 老得心都死去了 孙传庭这一辈子 有时候我们这些后来人看着 真是不知道他为什么 我不是说孙传庭做错了什么 不是正相反 一个文人在崇祯年 最正常的反应就是做孙传庭 孙传庭是一个失败者 失败到未老先衰 但是我们在历史上 你去看 不断地看到对孙传庭的赞美 甚至于明史当中都说 孙传庭死了 大明就已经亡国了 一个人的死 是吧 怎么能导致一个国家的灭亡呢 这话看似夸张 但实际上这可是一句说到了点子上的话 历史上历朝历代 咱们中国都是建立在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靠教育 在教育基础上建国的国家 咱们这里说的教育不是现代的教育 是吧 上你学知识的教育 而是科举教育 就是通过考试这个标准 像流水线生产产品一样的 生产文人 孙传庭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都是一个最优秀的产品 但是它被证明无用 解决不了崇祯年的问题 那崇祯就无药可救了 这已经是一个最优秀的产品了 它都不好使 那其他的那就就更算了 是吧 实际上明史当中的这句话 写出的是绝望 孙传庭死了 就证明大明朝所生产的这些产品 这些文人无用 那崇祯亡国 就不可避免 所以咱们看一看 孙传庭到底有多优秀 他又有多委屈 反过头来 咱们应该想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那么优秀的孙传庭 最后又是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冲向敌人的千军万马 又是这个命运 这对于中国文人看清自己 是有很大帮助的 你不过就是孙传庭 你不过就是生产线上走下来的 没头脑和不高兴 孙传庭的一生 表现出了中国文人的哪些品质呢 中国文人 其实具有一种 没落贵族的气质 你去看历史 是吧 有出身贫寒的文人 但是很少有出身低位的文人 没错 是以前有没落 我跟大家说 这是以前有过的意思 贵族气质是可以遗传的 三代造就一个贵族 可以传九代 孙传庭的祖上 是明朝开国年间振武卫的百户 后来这批大明朝 跟着朱元璋开国的功臣 因为受到朱棣的猜忌 是吧 就流落到大明朝的边疆 成为戍边将士 穷 但是高贵 据说孙家祖上是河南人 后来迁居到 才迁居到山西的戴郡 戴州 是吧 到孙传庭这一辈人 已经弃武从文 孙传庭起家的时候是个文人 他的祖上是武将 是吧 是大明朝的开国功臣 他自己后来从文人变成了武将 有出身 其实并不代表你就是文人 这只是说你具备了一个条件 要成为文人 你还得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 在大明朝 这就是你要科举 要考出来 很多朋友可能不服气 说文人就得有出身 在明朝我告诉你 就是这么回事 有没有科举考出来的平民子弟 有 但是你去看史书上 史书中是专挑有出身的人 写的 你这辈子就算再能干 你是平民出身 清史留名的 也只能是你的孙子 三代才能出一个贵族 这是一个现象 这背后 哎呀 不是说掌柜的要如何如何 这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孙传庭呢 是咱们以前讲过 他万历47年的进士 实际万历年啊 一共就到48年 孙传庭是47年的进士 孙传庭刚考上万历就死了 那个时候孙传庭还是县令 是吧 永城县令 永城这个地儿 其实大家不可能可能一说 大家不知道 但我跟大家一提 大家就知道了 现在永城这地儿啊 还有一尊刘邦的雕像 据说刘邦当年啊 斩蛇起义就在这儿 在永城 三年以后 孙传庭做这个永城县令 三年孙传庭政绩考核优秀 被提升 调入京城 做吏部雁峰主事 而后呢 而后升迁为吏部 叫做鸡勋郎中 鸡勋郎中啊 是个其实是个很很重要的官职 就是他负责什么呢 他负责啊 统计各种考计 这明朝不是三年 对所有的官员进行一次考计吗 哎 这这个鸡勋郎中就负责统计这个 啊 然后呢 然后向他的上风 提供各种官员升迁降级的表格 其中这也包括什么丁优啊 什么干部的年老退休啊 这些这些其实统计工作 都是由这个鸡勋郎中 他带着一帮人负责 他没有什么实权 但是没有他的提名 你政绩再优秀 你也进不了最后升迁的那个名单 优秀官员是很多的 但是空缺升迁的岗位 可是就那几个对吧 哎 这个人的孙传廷 那个时候这个集勋郎中 哎 就是这么样一个很重要的岗位 应该说孙传廷是个优秀的文人 他受到的教育对他的影响是非常正面 因为史书中随后说 说孙传廷在集勋郎中任上就和魏忠贤发生了冲突 下岗回家了 我们知道魏忠贤这个人 这是一个到处安插自己党羽的人 他和提供官员升迁名单的孙传廷有冲突 你想这件事 其实这就说明孙传廷啊 是一个骨子里很倔 很有文人气节的那么一个人 对吧 以后大家看 孙传廷就是这么一个死心眼 一个不识实物的人 他心中只有自己心中的正义 我觉得对的 我就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也不考虑别人对这个事 有什么其他的道理没有 如果跟大家说 这在一个盛世 孙传廷其实我觉得会大有作为 因为他脑子很好使 在盛世 为什么说在一个盛世呢 皇帝在盛世都是一个好裁判 做一个倾听者 大家的意见多一些 其实在这样的年代是好事 防止皇帝走偏了 中国历史上不乏这种很民主的皇帝 而且跟大家说 遇到这样的皇帝 盛世其实是个大概率事件 但是明朝不是这样 明朝是有问题的 是吗 咱们知道 从张居正开始 明朝就步入了一个专制的时代 或者不是说进入一个专制时代 是恢复到一种专制时代 专制和和咱们说的民主有什么区别 投人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专制那个领投人 那个投人是行动者 而民主的投人是选择者 专制有专制的好处 什么好处 万众一心 力量最大化 但是专制的坏处也显而易见 那就是万一走偏了呢 是吧 如果投人走偏了 还一条道走到黑 那万众一心这句话 那不就要命了吗 民主呢 民主肯定是乱 是吧 肯定是要争论 要犹豫不决 干什么都慢一拍 但是民主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呢 什么呢 选择的时候有更多选项 另一个在执行的时候 很容易揪偏 民主的社会 是沿着合理的方向往前走的 至少理论上应该如此 是吧 这和咱们现在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制度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是吧 这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传统 资本主义 中国执行资本主义 净出那个独裁者了呀 而且太多了 对吧 孙传婷遇到的 就是一个专制的时代 他的耿直 他对国家的忠诚 甚至他的聪明 都变成加速度 让他一头 撞向专制这道大墙 三十几岁的孙传婷 撞到了魏忠贤身上 把自己撞得回了家 十年以后 四十四岁的孙传婷 付出 没有任何的变化 是吧 他仍然是义无反顾的 往前冲 这一次是撞到了重真 终于 孙传婷把自己撞得粉碎 冲真八年 孙传婷付出 是吧 被破格提升为 顺天府府城 这个咱们以前讲过 是吧 顺天府城 这就是北京市的副市长 后来是他自己请命 去去剿匪 那一段咱们也都说过了 就是咱们的故事一开始 孙传婷在同关击败李自成的故事 那一段其实 你要是看完后来孙传婷的死啊 你才会心中有一些掌柜 当时跟你说的异样 什么 就是孙传婷在招降李自成的时候 他表现出来的笨拙 是吧 他的 哎呀 那是不得已而为之 而与红橙绸相比 你看孙传婷真的不容易 他那已经是最大限度的改变自己 向黑暗投降 但是 但是我们讲孙传婷 那个时候咱们讲到孙传婷 是吧 跟着红橙绸入金秦王 跟着孙传婷就陷入了一场战与和的可怕争论中 对同一个问题 其实大家大臣们有争论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是吧 你在单位开个会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哎 真的你应该倾听 他们不是因为反对你 而是因为就事论事 这对于决策者来说 是件大好事 这样 其实作为作为决策者的皇帝 大臣有争论 那作为决策者的皇帝 才有选择 但是大家知道崇祯的问题就是 崇祯是个有主意的人 而且他不但有主意 他还不听别人的 杨四昌后来在历史上都说 就是他 让崇祯如何如何 这是奸臣 其实不是 杨四昌是一个始终贯彻领导意图的大臣 真正有主意的 不听别人意见的人 是崇祯 为了证明我的这个观点 是吧 咱们现在就看看 崇祯皇帝是怎么对待孙传廷的 孙传廷起初提出的一个 一个意见 和战与和还没有直接关系 孙传廷提出了一个 只是提出一个和崇祯不同的意见 那就是陕西兵不宜长期的转战京师 就这么一个说法 应该赶快让陕西兵返回陕西 这个说法其实从事后开始对的 先不管说 说是不是要保留对农民军的压力 这个问题咱不说 陕西人跟你说 是有强烈的故土观念 陕西兵用于东北作战 后来是出现了溃败 杨四昌用陕西兵后来进攻张献忠的时候 陕西兵也是出现了滑变 甚至李自成自己带着陕西兵以后 在山海关也是溃败 实际上孙传廷说对了 陕西人就是守在家门口的时候能打仗 让别人不进入陕西 这是陕西兵最能打仗的时候 他们不会为了别人的利益去拼命 这也是一个中国人的区域性的一个传统思维 很多地区的人都有这个特点 孙传廷红成仇 因为都在陕西练过兵 他那个兵都是他自己招上来的 所以他们很知道这个 但是崇祯不知道 杨四昌也不明白 所以崇祯皇帝一上来 听到孙传廷这么说 是吧 就把孙传廷归入到胆怯 孙传廷是一个胆怯的将军 就给归到内来 表现出对孙传廷的极大反感 都不招见他 皇帝后来是见了红成仇 没有见孙传廷 以至于到后来 没办法让 没有办法 后来是吧 让孙传廷当了保定山东 还有哪儿 保定山东的总督以后 是吧 崇祯连 连那个时候 连孙传廷的奏章 皇帝都不看 急得孙传廷啊 耳朵都聋了 急火攻心 在这种情况下 孙传廷在崇祯十三年 提出辞职 要求回家养兵 但是这个行动 又被皇帝理解为什么呢 撂挑子 还是因为他胆怯 是吧 就是皇帝就认准了孙传廷 这真的胆怯 结果孙传廷被皇帝抓了起来 关了 一关 就是三年呢 到现在 咱们现在开始讲 讲这个故事 三大开 三大开封以后 崇祯十五年 崇祯十六年 这时候杨四昌死了 汪桥年战死以后 孙传廷才被释放 回到陕西 负责征讨李自成 这样的人生经历 是吧 你说孙传廷有有记恨皇帝吗 其实真的是看不出来 跟大家说 这就是中国的文人 大家看看 孙传廷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一生 两次罢官 还有一次 长达三年的冤狱 他立过的战功 抓他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提起 他说的话 一次一次的被证明 是正确的 但是始终就是不被人听到 有时候真的想问问 是孙传廷耳朵聋了 还是崇祯聋了 还是你们这帮大臣兜聋了 姚先生死的 写的这个孙传廷 最后姚先生没写完 写的有始无终 但恐怕 我觉得 要是姚先生 真的把孙传廷的故事讲完 很多人会很尴尬 有时候真的觉得 孙传廷杨四昌 是把红成绸雄文灿 卢相生 哎呀 这一大帮人 他们没有遇到一个好皇帝 不是说这个皇帝不勤奋 是他不干 他该干的活 以一个当大臣的心态 他去当皇帝 哎呀 这会坑死很多人 孙传廷接手陕西 说是说吉省总督 是吧 连整个河南都归他管 但是河南现在根本就管不了 河南南部 现在是佐良玉的天下 佐良玉现在拿着观想 但是那是独立王国 孙传廷根本就指挥不动 佐良玉 河南南部 现在就不归孙传廷管 河南北部 河南北部黄河一线 现在是一片瓦砾 是吧 开封现在被埋在泥沙的下边 洛阳现在被埋在瓦砾的下边 而河南中部呢 从拂牛山到襄阳 整个这一带 现在都被李自成控制 现在的李自成 号称五十万大军 而且是粮草充足 和李自成一比 那孙传廷要兵没兵 要钱没钱 要粮没粮 但是孙传廷 唯一不缺少的是什么呢 文人的勇气 他上任的第一 他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杀了贺文龙 贺文龙就是汪桥年之死 咱们讲他之死的时候 那个负责人 左良玉现在和孙传廷他管不了 那就只能回家杀个贺文龙立威 凡事其实总得有个是非 尤其在军队 对吧 贺文龙啊 其实是 其实贺文龙 其实算是孙传廷唯一 现在可以依靠的大将 是吧 还让孙传廷给杀了 应该啊 孙传廷现在是笼络这个人 让他为自己出力才对 这是这是危急存亡之囚 但是孙传廷的性格就是这样 是非分明 杀了贺文龙 实际上这以后啊 这件事是给 是给这个孙传廷带来了 无穷的后患 是吧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临阵杀将 史书中说呢 说说法不一样 是吧 捧孙传廷的人在史书中说 说这个孙传廷啊 这个不过是执行了皇帝的命令 那些贬低孙传廷的人都说呢 是孙传廷向皇帝要的旨意 但是其实都是说 孙传廷这件事做错 基本上朝廷面对的 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明朝的这些大将在外带兵 其实你去看 现在这些人 每个人有一个算一个 心里都明白 要是打了败仗 只有死路一条 要么死于李自成 张献忠之手 要么死于崇祯之手 所以要想活命 那个时候的将军们 是四字真言 哪四个字 必战自保 这个故事好像 咱们讲到国民党了 是吧 没有啊 掌柜讲的是李自成 还有提醒大家 你们那些好多人留言 你们别害我 是吧 别别别下联系 是吧 听好打赏 这就就可以了 是吧 有的时候 发表一些观点 我也不反对 但是大家注意点 是吧 特别欢迎大家打赏啊 咱们积少成多 打赏多就能获得喜马拉雅的推荐 让更多的人知道掌柜 咱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明天啊 咱们继续 这几回呢 咱们的故事讲得紧凑一点 我准备说死重真 咱们带着大新潮的喜悦 过年 咱们带着大新潮的喜悦 咱们带着大新潮的喜悦 咱们带着大新潮的喜悦